Love from me to you 这个副总裁 他是一位前生的基督徒 有一天他的牧师就问他说 你觉得你爱你的太太吗 这个人说 我觉得我爱我太太 因为我对她很忠诚 而且我尽心竭力的 让家里不愁吃不愁穿 也确保大家有一个安全的未来 我觉得我很爱我的太太 结果这个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 请问你知道你太太的梦想 是什么吗 突然之间这个副总裁 他回答不出来了 他才发现他终其一生 他很专注于他的梦想 他也很感谢他的太太 在支持他去完成他的梦想 可是他从来不知道 他太太的梦想是什么 从那天起 他回到家里 他就常常问他太太 要认识他的太太 你的梦想是什么 不但我们一起来追来建筑我的梦想 我也渴望让你能够来追逐你生命的梦想 哇 这是一个何等可爱 何等温暖的一个故事 我发现其实没有错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在乎他所在乎的 你知道吗 爱神也是一样 我们常说要爱神啊 神也爱你啊 的确上帝因为他爱你 他在乎你的梦想 所以我们的祷告 上帝都是乐意垂听的嘛 可是请问我们祷告当中 有没有在乎过上帝的梦想 你可以试试看 神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神啊你所在乎的是什么 我能够做什么 来和你一起来建造你的国度 来完成你所在乎的事情 哇 你就发现 你爱神的心也越来越提升了 所以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充满爱的生命呢 我们在在乎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国度 自己的事业的同时 我们是否也可以关心我们周围的人 嘿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助你 推你一把 达到你人生的理想的地方呢 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关心 来做的时候 哇 就是一个win-win situation 而且爱就充满在空气之中 Love is in the air 愿神也祝福你活出你的梦想 也让你也能够去帮助你所爱的人 活出他的梦想 爱的人 你会去在乎他所在乎的 这个时候 我们的生命 又再次涌流 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 活出爱的生命的一个生活 Love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